會不會回到台北了 你怎麼回到台北? 這不就是你爸爸乖端子的婚女關係 怎麼辦? 台北有偷漏你的 如果說到你的快餐店裡服務生 我們台南發頭鬼媽媽死的 不用去到台北了 我才想跟你爸爸說 要請兩個來看我們的肉脹蛋 人家不一樣 他們是國際性的連鎖快餐店 你怎麼回事?我爸爸也不想去 你怎麼回事?你很快樂 簡單,你把這個卡通的地方 就說我不回事,我現在就要去台南 你快點去吧,好嗎? 我完了 你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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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腳踏腳踏不平的 你怎麼問你什麼事? 你白鴨子有夠煩惱 我還要記得你白鴨子不一樣 喂,艾貝爾 莫莉,你怎麼還不來上班 今天早上我們人手不足都快忙閉了 現在好不容易才喘口氣 對不起,對不起 敦岳 不是啦 那我為什麼不能回去 我跟你說,我媽媽生病了 不嚴重,謝謝你的關心 我跟你說我很快就回去了 喂,對不起,我是碰你那個生病的媽 我病得非常嚴重,她沒辦法回去台北 對不起,她要辭職了 好,OK,拜拜 你怎麼這樣啦,你快騙我洗澡了 我本來就是我給你去台北吃 嗯 大偉啊,我該替妳來聽莫莉講 她早上回來了 莫莉說她人在台南 因為她母親不母 可是過了一會兒,一個自稱是她母親的人說 莫莉不會回台北,她要辭職 哎呀,我知道了,莫莉好她要結婚了 哎呀,我好羨慕莫莉喔,她要嫁人喔 嗯 莫莉下人整人會幸福嗎 哎呀,就有苦能吃 你啊,吃不到苦頭,走 好,算 走開 嗯 嗯,我就跟你說過了 她人在台北,我一定要回去了 我又沒有你回去了 在這裡是讓我回去了 哼 你回去台北,還要排八包 對嗎,我包包呢 您爸爸,我早就出去了 別說我的包包呢 我早就出去了 我早就出去了 媽媽,你再次沒有花燈這台北 嗯 好,我被卡住的英雄公 恭喜你這塊花燈 謝謝 你怎麼套錢 話給我來的客人看我太陽的 對嗎 我早就出去看你怎麼吃 媽媽 媽媽今天這樣子做也是為了你好的 天下間只有父母才會這麼保護自己的子女 對嗎?這也是大人的健康 天蟲, 天, 謝謝 歡迎光臨 是你啊 恭喜你, 恭喜, 恭喜 莫莉有回來上班嗎? 莫莉辭職了 辭職, 莫莉辭職了 我還以為她辭職是回去準備跟你結婚呢 我看你是在玩弄莫莉的感情 你是否跟她結婚是另有目的對不對 好啦 我是真心的, 我是真心的 大偉, 你不要在店裡面讓我辭職了 我跟你說, 莫莉她中午有來電話了 她現在原來在談談老家 你, 你就不常問清楚啊 我, 太老了 喂, 黃大仙老了, 走 莫莉是不是把台北的工作辭掉了 那她什麼時候回台北啊 莫莉, 我不會回去台北了啦 她要在台南工作啦 我沒有了, 你已經在給她相親了 你不要再來找她 媽媽, 那可不可以請你叫莫莉跟我說話 你這句話沒聽的啦 她不會跟你講話的啦 出去啦 那請她回來一定要打電話給我 請她回來一定要打電話給我 一定喔 先生, 拜託一下公共場合 講話小聲一點 拜託啊, 拜託 拜託啊, 拜託 莫莉, 我不會再打電話給你了啦 你一定要把她忘記啦 好, 她自己去見白人, 知道嗎 再見, 拜拜 拜託啊, 我跟你講, 試試 媽媽 媽媽, 你怎麼在哪兒啊 你怎麼在哪兒啊 沒有啦, 阿刀 有很多人腳在哪兒要頂罵 我去那兒傳我妹妹 好 不需要在那裡頭髮頭 好… 媽媽 相親嗎 跟人家相親呢 我… 怎麼會去跟人家相親 我… 怎麼會去跟人家相親 詹英俊, 你… 你… 不… 菲菲, 誰買單啊 聽說你負責的, 你買單 什麼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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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來吃貢丸, 吃貢丸 嘿 我平常是怎麼教你的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講優有序 老姐也沒動, 你敢動 茉莉啊 你爸爸喔 好久都沒有做這種新鮮的貢丸了啦 他今天啊 他今天啊 總是要給你吃呢 對啊 老姐, 你不吃 怎麼吃啊 好好吃啊 爸, 你好棒喔 我好崇拜你喔 真的很好吃啊 對啊 爸, 以後我別可以批發貢丸嘛 一定很好賣 好吃 爸, 怎麼配這麼晚 絕配耶 嗯 英俊, 回來了 你今天怎麼這麼晚的 你回來正好馬上開飯了啊 你怎麼啦 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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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媽呀 你這樣對媽媽受不了的 英俊 你牽住 我們沒有人呢 老姐,你要是沒回來 老爸才不會做這麼好的日共玩 誰叫我長得可愛,我得寵 羨慕還記得,那怎麼點? 對啦,茉莉,你也不在家 國道他晚上又要去打工 那只有我跟你爸爸兩個人出飯 所以我們就很隨便,我就隨便出個肉雜 你看,我的臉就像肉臟臉一樣 因為他就像招臺眾了耶 吃飯,就是要全家大小都在 這樣吃才有味道 快 好了,好了,那個啊 你看,他在吃晚飯,何必哭成這個樣子 兒子這麼對我 我怎麼能夠無難過嗎 其實 我只是,我只是希望 你只能一個幸福的婚姻 那個我能夠接受的婚姻啊 爸,到底要什麼樣的婚姻 你才肯接受啊 我從來都沒有告訴過你們 其實這些話,我不應該說給你們聽的 好啊 好啊,好啊,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了 我根本當年不想嫁給你爸爸的 媽,你怎麼可以這樣跟爸說話呢 那一年,我拿到國外講學籍 我想出國念書 可是 我還了孩子 我知道那是我,沒錯啊 所以 我們根本是奉了兒女之命 才結婚的 對了,對了 我們是奉兒女之命 可是那也是因為你下不了決心嘛 就是因為我自己的婚姻太勉強 所以我希望我的兒子能有個幸福的婚姻 你應該我能接受到婚姻嗎 那到底是誰要接受誰的婚姻啊 難道你都不了解我 我想跟我喜歡的人結婚 難道你不知道嗎 算了啦 講的,因為現在都太遲了 莫莉怎麼樣了嗎 她不回台北了 不回台北了 怎麼回事啊 莫莉為什麼不回台北 她爸媽要在台南幫她相親的 不回台北 真的啊 那真是好消息 太好了 太好了 真是好意外 鬧了半天,原來是這樣 吃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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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沒咬 EPA 說愛我說,我愛我 難道你不再愛我 男人啊, 男人啊 你開車比較漂亮 錢太好了, 要放得好 萬一的廟下還能鑑定 早上回來啦 好啦, 好啦 哪個朋友要出門 你就趕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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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說兩句 竟然這麼久了,說不定我會去鼓勵 媽 莫莉,我煮不出話,快來吃 不要,你這麼小 我常常你最近很忙 莫莉,好舒服 吃這個嗎 媽 媽,你怎麼會被髮髒? 說小孩,阿嬤就被髮髒 阿嬤到國道,是高利大學去台北投資 家裡就算你到爸爸去 是啊,那現在的年輕人都是要出氣 我在看,我們這間老祖好的媽啊,臟膽 做得我們這台人 怎麼會臟膽? 媽媽 我們剛才就是吃爸爸和你包的肉粽大 我們每次,如果是記得肉粽的香味 我只會想你和爸爸 不行,我們這個肉粽而已 一定要繼續開下去 不過,爸爸和媽媽總會一天一天老 有一天一定會坐不動的 我怎麼會看你呢 我來關你啦 我來關店,我是這樣想 我們會在台北人開分店 我們本店來做批發 保證正宗的黃大仙 媽媽 黃大仙是你爺爺的名字 你爸爸是第二代 我,我第三代 你說什麼?說什麼孩子 你要嫁人的啊 不要,我沒辦法 什麼? 你沒辦法 你說什麼笑話 哪有說女孩子不嫁人的 你不是嗎? 好笑話 毒療真英俊啊 我說什麼也沒辦法 媽 你怎麼會煩惱啦 其實我不要結婚 這樣也是不錯啊 我還可以在家裡倒三天 做生理啊 竟然想我們黃大仙肉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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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劉 你要怎麼會 你怎麼會 你馬上給我回去 去哪裡 台北啊 媽媽 我知道你很愛英俊啊 你那麼愛她 你可以為了他而不嫁人,媽媽不可以害你一生的去 你去,趕快去台北,去找英俊 你 bible 小壹因為太大師 Cola,有便宜吃小壹哥有錢 天啊 你不用送你的? 什麼事? 經理要我通知你到慶祝開會 現在? 你不用送你 你不用送你 喂? 我叫做黃茉莉 我想要找那個... 曾英俊先生 那助理啊 等一下喔 郭忠祐電話 對不起喔 他現在不在位子上喔 不知道去哪裡 你等一下我問一下吧 蛤? 不在 到新竹出差喔 謝謝喔 你怎麼到街上看 咦 有了 你怎麼去買什麼錢? 那時候你買到街上 我以為你買到一間店 你買到一間店 那她把它買買 就給你買到 就好 你買到一個店 談 importante 就好 店长,对不起,我回来了 只使一次,下不为例 我们去换制服吧 是 莫莉,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 对啊,我超闲的 你爸长 还想做爸长西施 来,快点 你稍等一下,莫莉,接话 谢谢 喂,我是莫莉 爸爸 真是对不起 没想到我太太竟然到底还没错这件事 爸爸 不要这么说了 我知道我配不上英俊 你怎么配不上英俊呢 英俊能够有你这样的未婚妻啊 是她的未婚妻 真的啊 真的啊 谢谢爸爸给我信心,我好高兴哦 我太远了 我太远了 你别怪我不好 爸爸 你不要这样说啦,就是不能怪你的 我发现是我们的时候,并不想结婚的 可是我很想跟她结婚的 我... 那個時候啊, 他剛失戀了, 不知道被誰甩了, 就是碰到誰都好的時候, 我就是那個時候遇見了他, 後來啊,他就回來了英俊, 他一直想嫁一個, 他一直想嫁一個小職員, 他一直想嫁一個小職員, 爸爸, 你不要這樣忘記本了, 你現在也是一個董經理啊, 嗯, 我也一直很努力, 但是沒有機會成就更大的事業, 這也是沒有辦法, 每個人天分不同啊, 爸爸, 你聽我說, 你現在已經很棒很棒, 很了不起了, 我對你有信心, 我相信你這樣的事業一定會不得了的, 謝謝你, 莫迪啊, 我想要告訴你是, 別生命英俊媽媽的親愛, 他不滿自己的婚姻, 所以希望, 英俊的婚姻能夠讓他滿意嘛, 他有這樣的想法啊, 都怪了, 是我的錯, 也希望能夠原諒他, 不會的, 你放心, 我怎麼會生氣唄? 我告訴你個秘密, 今天英俊的媽媽來, 去參加同學會, 你可以去找英俊啊, 你認識, 你現在還有一個人, 他不會很厲害, 你還可以就依日了, 知道她裡有更多事情嗎? 我去參加, 我會在這幾年, 我會在這幾年, 你們聽說的, 我們去參加幾年, 你去參加兩年, 你去參加旅行我很過份, 你去參加排婚姻, 你去參加我們開婚姻, 我去參加家庭姻, 全是憑他自己的真本事啊 他這種工作啊 一旦掉派到國外 待遇就更好了 是的 他們公司呢 也準備掉他到海外 這都是遲早的事 他結婚了嗎 還沒有 他太專心工作了 其實我也在替他著急呢 沒有結婚啊 掉派到國外 是會有問題的 會有問題 是啊 在國外沒有太太照顧是不行的 貼點大公司啊 一定會考慮的 什麼 你現在在樓下 好啊好啊 快點上來 快點進來進來 爸媽都不在家 他也還沒有回來 請坐 請喝茶 我看我還是先回去好了 萬一你媽媽回來不好意思 沒關係啦 哥剛打過電話回來 說他八點鐘就回家了 現在都已經七點多了 你再坐一下嘛 今天真是不巧啊 都沒有遇到醫菌 連電話都沒有聯絡上來 你放心啦 以前丁愛蓮也常這樣子等歌的啊 丁愛蓮 他是 他是哥以前的女朋友 不過 他們現在已經分開了 對吧 我聽一句提過了 他們啊 本來是想結婚的 結婚 不過 他們現在只是同事而已 是 現在還是我們家公司上來 是啊 丁愛蓮跟哥是同事 你不知道啊 哥 你看 莫莉 你 來了 莫莉 我好想你好想我 我好想你 我也好想你 我也好想你 對不起啊 我去房間看書了 說愛我 說愛我 難道你不再愛我 我的淚 滴下來 你重來 你重來 那 你看 我 呵 醫生 好像 怎麼 再见 爱莲 你看你还是这么漂亮 这么端庄 哪里你也一样啊 你也看她好漂亮 好高贵 又像贵妇人一样 爱莲 你还是这么会说话 我今天特别穿这套衣服来呢 就是你送给我的 还有这套链子 是你在意大利买给我的 你不记得啦 伯母 以前找我出来有什么事吗 我想与你吃个中饭 你们这附近的餐厅叫做爱飞儿的 你知不知道 爱飞儿 爱飞儿 我 forbidden 你吃个中饭的 什么 你吃个中饭 你吃把五角桧 都放在全面 全面 如果你吃 rot 还有什么 这么多 我跟他吃的 我吃个中饭 你吃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就是英俊的未婚妻 丁小姐 你就是丁二连小姐啊 你怎么叫我的名字啊 我是 她是英俊的一个普通朋友 有那么一点点的浅交 一点浅交 不不不不 其实我跟英俊已经快要 莫莉啊 丁小姐呢她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 她精通多国的语言 她爸爸是银行的总裁 家住在阳明山仰德大道 可是妈妈您家教说嘛 哦 我忘了 艾莲呢一向是有家教 她不喜欢夸耀的 对不起啊 跟妈妈一下忘记了说出来了 丁小姐 你跟英俊还有 哦 对了 艾莲 你还记不记得 这件衣服呢 就是你和英俊去香港 给我的使料 我好喜欢哦 还有这条链子 是你们去家里买给我的 我常常戴 大家都说好看 还直夸我的媳妇 有眼光呢 好漂亮哦 对了 还有这个手表 你们算哪替我买的 我不记得 在德国 德国 对了 就是你和英俊去的时候 买给我的 对不起啊 莫莉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 你也喜欢来这种店里啊 偶尔来来 艾莲啊 我真的很希望 你能跟英俊在一起 你们有一年多的感情基础 为什么突然就分开了呢 因为 我感觉到 英俊她并不爱我 英俊她就是木讷了一点 心里喜欢什么呢 她都不会说出来 其实她心里好喜欢你 你们分开了 她好难过 好伤心的 她好难过 你能看不出来吗 她们才不会气你啊 莫莉 你不要伤人 真好太不当了 我给你了 妈妈 你不喜欢这个女孩子是不是 她和我们家英俊夫相称 不喜欢这些人 那女孩子 那女孩子 是自己的详情人 可是我听说 她们已经快要结婚了 艾莲啊 我一直好希望 你能够嫁给英俊 没想到 妈妈 现在说事情都太晚了 不晚不晚 英俊还没结婚呢 一點都不晚 對呀 有沒有出過國 有 有沒有去過香港、新加坡、德國、義大利 有啊 那你有沒有帶女生去過香港、新加坡、德國、義大利 沒有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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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莫莉啊 幹嘛 路上小心啊 好 再見 再見 莫莉啊 你從剛開始到現在都怪怪的 你到底怎麼回事啊 沒事 你們這手服務太多啊 這東西叫我們去還不來 對不起 我來 你這刀子 兩位先生 請問你們要點些什麼啊 我們要點 你們什麼店啊 怎麼這樣啊 潑客人水啊 怎麼叫什麼 這什麼服務太多啊 算你們兩個其實運氣不好 碰上小辣妹我心情不好 怎麼樣 點什麼 說 不要客氣啊 你怎麼太過敵了 你太過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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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生氣 對不起 對不起 來 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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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心情也不好 一定是聽說 你兩個女人有關 對不對 你說 男人是不是都會隱瞞 隱瞞她以前交女朋友的歷史呢 那就要視情況而定了 什麼樣的情況 如果我是真心喜歡她的話 我就會把以前的事情通通告訴她 免得担心和怀疑 那如果隐瞒呢 那就没有必要说嘛 玩玩而已的 那不是跟他玩玩了 你跟那个帅哥 麻烦你行事 我 难道你不再爱我 我的美 地上 中午有扣椅吃饭吗 是参公事 经理说这是去高雄出差 你不再爱我是联络人 也要一起去 你看起来气色不错 大概是 人逢喜事 精神 爽 你快结婚了 事情进展还顺利吧 事情 什么事情啊 谁 是 你 人 只要 人家 能继续 那 你 你才刚跟我分开不久 就认识他了 你真的要跟他结婚吗 是啊 我认识他第三天我就跟他求婚了 第三天 那就表示 你才刚跟我分开不久 就是跟另一个女人求婚 我也有考虑过我们之间的事情 那你应该先来问我的意思 我有问过你 你说你不想结婚 你想要做事 女孩子当然都是这么说的 原来你只是说说而已 算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还谈自己做什么 你就当作我是在开玩笑吧 是啊 事情都过去了嘛 还替这些做什么 好 莫莉啊,现在没有客人呢 我去里面睡一下 电台来的时候,你要叫我 嗯 谢谢 嗯 谢谢 嗯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都 rumor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真的认为你有和英俊结婚吗 应该会吧 我和英俊虽然因为一些原因也分开了 可是我们对彼此那份心永远都不会变 就算是他跟你结婚了 我对他的那份情也不会变 我说这句话应该听得懂吧 你说的又不是德文英文还是法文 我当然听得懂啊 再说英文我也听得懂一点 听得懂最好 你跑来跟我说这些 是不是要我放弃英俊呢 你说呢 那你的意思是 就算我跟英俊结婚 你还是不肯放过他 要继续跟他交往咯 喂 谢谢我 黄茉莉 定长 黄茉莉 黄茉啊 昨天我 不是 我说今天呢 我很偶然地呢 碰到爱莲 丁小姐 她好吗 她很好 我们两个聊了很久 她告诉我 她是因为误会 才和英俊分开的 误会 你看 爱莲多傻 她还以为英俊不喜欢他 是吗 可是现在谈这些 不是已经谈完了吗 我还没吃完呢 听我说嘛 爱莲心里爱着英俊 英俊也爱着爱莲 她们如果为了一点小事 就分开的话 那都划不来呀 所以我说呢 我们要帮她们 这应该是英俊她自己的事吧 英俊自己都没搞清楚 她除了念书以外 她怎么会懂得 别人心里在想什么呢 这就是死读书的结果 所以我说呢 我们要帮帮她 让英俊了解 爱莲心里爱的还是她 这样子英俊就不会糊里糊涂 跟别人结了婚 交了后悔一辈子 就算了 英俊现在已经喜欢莫莉 而且决定要和莫莉结婚 就算你 就算我们把爱莲心里 告诉她 我想 英俊也不会逮变 她现在结婚的决定 不行 英俊一定要听我的 我喜欢爱莲做英俊的太太 你喜欢她有什么用 要英俊喜欢才有用啊 做丈夫的事英俊嘛 我是婆婆呀 做后悔难道不能选择 自己喜欢的媳妇吗 说爱我 说爱我 难道你不再爱我 我是婆婆呀 做后悔难道不能选择 自己喜欢的媳妇吗 再说 我要跟媳妇一起生活 我难道 她真的一点权力都没有吗 话是没错 可是尊重儿子的意志 也是父母 是应该做的嘛 她的意志 根本就是错误和误会造成的 所以我才和你商量来开导她 为什么我跟你牛李老师 讲得通的呢 没话 你是不是真的讨厌莫莉啊 讨厌 我才没那么恶劣呢 我全部是为了英俊着想啊 为什么你不老把我说得那么任性 那么蛮不讲理呢 说句真话啊 我觉得呢 莫莉比爱莉好 什么 莫莉哪天比爱莉好啊 这可是就媳妇说的啊 爱莉呢 总是客客气气的 让人感觉不清晰 和她没有什么可谈的 你问我一个就不死了 我只不和她谈过一两次的话 就觉得 别死了 清静很愉快吧 我想啊 英俊之所以会喜欢莫莉 也是对她有一定的同学 很亲切 很愉快 那就够了嘛 你怎么不想一想啊 我们那就只有英俊这么一个儿子 等修丽嫁人之后 我们两个人的后半辈子 都得靠着她了 如果 我天要和那媳妇 客客气气的那日子 太好过 这优秀的媳妇 万一一个丑不来 她不听你的话呢 你怎么办 那倒不如啊 有一个贴心体贴的媳妇的嘛 我又没有说 以后要靠儿子养 有志气 不管是靠她不靠她 媳妇呢 将来是和英俊一起生活的人嘛 那么漫长的婚姻生活 要是有一个太强的太子 也是不好相处的 那婚姻生活呢 那就应该是和和乐乐平平静静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在讽刺我 我们的婚姻虽不是那么的愉快 但是我一心意对你对这个家 我从来都是平静努力过啊 有 修丽 修丽 都听到了 你们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喂 这里是曾公馆 哪里 台南黄太太 你是黄莫丽的吗 等我来 喂 好姐 我是曾太太 您有什么事 你说 对不起啊 这么晚还打电话来 我是想告诉你说 我们家莫丽 已经上台北了 我是来打声招呼 她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请你多多指教 我怎么教导呢 会是不说你照吹了吗 太太 就这事啊 你别是让我挂电话了 不 曾太太 曾太太 我们家莫丽 是不得和她爸爸 节奈的心情离开台南的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想请映柱 好好地照顾她 照顾 你要我们怎么照顾呢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妈 我不管你怎么说 反正就请你们多多照顾 请你们多多照顾 那我跟她说了 妈 喂 喂 喂 那话没说 你去挂电话 多没礼貌啊 多无情啊 她还好意思打电话来 干吗呀 我 你 你 我 幸运我啊 幸运我 你要保佑我 让英俊说实话 对我没有任何的隐瞒 保佑我啊 保佑我啊 天灵灵 這家餐廳氣氛很不錯 是我常常來的 跟你說這家餐廳是全台北法國菜 做的最好的餐廳 你喜歡吃法國菜啊 我最喜歡吃法國菜 那是因為 你去過法國了 你去過法國了 莫莉啊 你有沒有喜歡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國家啊 我最老土了 什麼地方都沒去過 我喜歡台灣啊 台灣好 台灣妙好 台灣呱呱叫 我知道台灣很好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度蜜月的時候啊 可以去歐洲啊 去歐洲 是啊 歐洲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而且又是購物天堂 也是情人眼中的那種浪漫之都 你知道嗎 情人眼中的浪漫之都 文俊啊 你該不會瞞著我什麼事吧